計最新一頓的聯邦預選案出爐 政府除了繼續大開水喉刺激經濟之外 同時也錄得一千五百多億元的赤字 畢竟在全球疫情的陰霾下 單靠補助金牙能不能夠推動經濟的巨倫 而10元一日的全民托爾服務 又是否一個可以能夠實現的目標呢? 而其他政黨對此會有甚麼反應? 觸發大選的可能性又有多高? 歡迎觀眾上網表達意見 時事平台星期日晚8點35分 會和大家一起討論 現在是平台星期日下午 再次予告 請進